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住屋問題 施樓樓價攀升和市民的購買力脫節 而防委會最新公布 2020至2021年度的出租公屋建屋量 只有6261伙 創十年新低 梁志祥怎麼看香港的住屋難問題 其實困難是因為現在的樓價貴 例如我舉個例 大膽是屬於元朗區 元朗區的新樓大致上是15000元一尺 你想想400呎 六七百萬 這麼貴的樓大家是否可以應付得到 首期還不可以 何況還要你每個月供 新政公屋現在就難上加難 大概是5.8年 可能要過多幾個月 又可能退到6年 現在想著申請公屋 大家都沒有什麼期望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提議 在大膽交野公園邊垂土地 見2至3萬個單位 坐市民上車 劃一尺價6000元 作為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的梁志祥 認為幫不幫到市民呢 他在大膽隧道口旁邊 所以交通接駁 這裏絕對是可以做到教委 方便如果在這裏建屋之後 那些居民出入 梁志祥先生提出的 無需入室審查 這對一些剛剛出來工作 或者工作 沒有多少年 他累積的首期不多的人 真正叫上車盤 對這些人是有幫助的 特別現在年輕那一代 要找到自己的一些安樂樓是很困難的 梁振英組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提出教野公園邊垂地建屋建議 但至今因種種原因未能成事 若政府真正銳意解決香港人住屋問題 梁志祥認為要怎樣做呢 如果這麼困難 政府應該要上安全法 包括梁先生這種提議 做了一個大辯論 搞了一年之後 就出了新的次序 其中這個次序是不被考慮的 我覺得這個就較為可惜的 有少許可惜的 現在你既然政府都願意將一些 即是閒置用地都寧願去 用那個收地條來收落 這些完全對生態影響不大的地方 拿來做屋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考慮的 當屆政府其實要解決轉屋問題 必須要解放思想 即將一些束縛 或者一些既定的方針都要解除 譬如說現在建一些生地要10年才建屋 屬地都要5年 這種次序或者時間表 是不是都要重新撿過它呢 甚至有些綁手綁腳 應該要拆牆鬆綁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有很多種類似的地方